好 又來今天的蘋果貼快報 今天我們有幾個消息要講 也堆了蠻多天的 不好意思 你們可以看我為什麼用的是 Pro Max 我不是要用 SE 當我主力機嗎 其實我現在拿來錄影片就是把它換成 SE 我基本上就是想 既然要當主力機 我就拿它用來用我的 YouTube 影片 讓大家看看 可以去評斷一下你們覺得這個錄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有幾個消息要講 那我們一樣我們階段就把它分成 我先講爆料 然後感想的部分我就移到後面 然後講感想的同時我會再問你們一些問題 就是希望聽到你們的回應你們的感想 我們大家可以在留言區討論 OK 那我也會參與討論 我每個留言都會回 好 第一個我們就來講就是 iPhone 12 的部分 那我先有講過就是說 iPhone 12 上市的日期會分為兩個 那這個就很像先前 iPhone 8 跟 10 的時候 同時發表但是兩個時間上市 就是 iPhone 10 比較晚上市 排除疫情的部分 其實聽說這個是本來既定就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6.7 吋的那一款 它整體天線的部分是會有一個大改變 所以相對連帶就是整個機身裡面設計 就是它的主機板的部分 裡面的構造部分整個都會做一個大改變 那這個就很像我們先前有提到 另外一個爆料就是講說 iPhone 的設計 有一款就是它的 SIM 卡的插槽 是從現在在電源鍵的這一邊移到音量鍵的這一邊 SIM 卡移開了之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Smart Connector 那這個就很像 iPad Pro 上面那個接鍵盤 然後會接什麼其他配件的一個 Connector 那這個就很有趣啊 那會不會是它就會是第一台完全沒有充電線的 iPhone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討論的部分我們再來講 那上市的期間就是會向後推 那我們現在是說10 月上市 那問題現在講到的是說 它會進入生產的時間是在9 月左右才會進入生產 就是要推到那麼後面 所以他們會把生產線主力先擠在前面的 5.4 吋的一台 6.1 吋的兩台 就是一台 12 跟一台 12 Pro 的部分 那這樣就可能代表是說如果9 月才進入生產 或許10 月中 10 月底 才有可能發貨 好那再來就是 AirPods 的部分 那 AirPods 現在看起來 所有的爆料 如果把它集結起來的話 看起來有四個不一樣的產品 那我覺得這可能性實在是 好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那第一個就是 AirPods 3 的部分 那有個講法是說今年底就會上市 AirPods 3 另外講法是說因為疫情的部分 AirPods 3 會延到明年 那我們就先來講這個產品會是什麼樣 那基本上設計就會是跟現在 AirPods 1 代跟 2 代一模一樣 升級也會像 1 代升級到 2 代那樣 它主要的升級就是裡面的晶片 還有它電池續航力的部分 不會包含降噪也不會包含通透模式 它就是一個一模一樣的等級的 AirPods 然後做裡面晶片的升級 就這樣子 好那這個我怎麼想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那再來就是 AirPods Pro Lite 還有 AirPods Pro 2 的部分 OK 那 AirPods Pro 才剛上市沒有多久 下一個爆料的講法是說 蘋果因為在這個系列的產品得到很大的甜頭 他們想要把 AirPods Pro 或是 AirPods 系列 變成一個黏根型的產品 那這概念就很像現有的 iPhone 啊 還有 Apple Watch 一樣 嗯 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個部分 那 AirPods Pro Lite 的部分呢 據說就是一個沒有主動式降噪的 AirPods Pro 那它設計也會跟 AirPods Pro 一樣 一樣是入耳式的 那可能它就是降噪的部分就是 依賴於被動式降噪 還有再加入通透模式的部分 這個產品的必要性 我也是覺得很難講 再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耳罩式的 AirPods 那先前我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會使用模組化的設計 那現在更多的消息爆料出來就是說 模組化的他們主要的訴求是在於是說 可能你要聽音樂 或是你要在家裡看電影或什麼時候 他們有一種耳罩讓你專門就是 最針對音質啊 最針對舒適所使用的 那可以更換的就是 譬如說你要去運動或去互換走路 那可能需要一個比較輕量型 比較透氣型的耳罩 那可以讓你換成那一種 然後顏色的部分 目前還是認為就是黑色白色兩色 因為就是先前 iOS 裡面 所流出來的圖片 但是有人說這有可能就是 暗黑模式跟白天模式螢幕的差別 就是一個會顯示成它是白色 一個會顯示成它是黑色 那這樣還漏掉一個 AirPods 的產品 就是先前有人講的 AirPods 那這個就是會取代 Beats 現在 運動型耳機的那個產品 這個講法也是很亂 有人說蘋果就是要慢慢的取代掉 Beats 那這個品牌就會慢慢的退去 所以他們開始現在出的產品線 就會以一個新推出的產品 可以取代現有 Beats 產品的方式 就會掛上蘋果的牌子 這個是一個算是準確爆料者的講法 可是我是覺得存疑啦 那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說 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 AirPods 的產品 它在型號裡面看起來就是一個蘋果要推出來的 一個運動型的耳機的產品 那到時候出來的時候它品牌掛的還是會是 Beats 的品牌 所以現在的就是整個傳聞就是非常多 我心情都有對的一些 source 他們傳出來的消息都不一樣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入就是討論的階段 那第一個我們就來講 iPhone 的部分 那 6.7 吋如果要在 11 月 10 月底 11 月才上市的話 那這樣它到底會是個什麼樣的手機 有沒有可能像我們先前講的就是 會是第一支全無線的 iPhone 我個人會覺得 我覺得如果它要有磁吸式的話 基本上它下面充電孔就不會有了 因為我覺得磁吸式的 其實它所可以取代的配件就非常多 如果它今天給你的磁吸式配件 它就是一個像先前的耳機孔轉 Lightning 的部分 那現在磁吸式的就是一個磁吸式的充電孔轉 Lightning 的部分 基本上也解決非常多人會有的問題 像有觀眾說那我用 Windows 我要傳輸怎麼辦 那你就用這個磁吸式加 Lightning 然後接上你的 Windows 這個是我覺得可能 那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好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等到 11 月才上市你們會等嗎 還是你們會想先換成 6.1 吋的 好那再來就是 AirPods 3 的部分 我認為 我其實就是很喜歡 AirPods 本來的設計 如果說它設計完全不改 我覺得也還是可以 可是我跟現在新的 AirPods Pro 比起來 在新的 AirPods Pro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整個外露的長度是比較短的 所以我會希望至少在這個方面可以做一點改進 如果它在晶片上面 省電方面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或許外面這邊就不用放那麼大的電池 這是我自己的提待 不知道你們對這有什麼看法 還是你們覺得說它整個設計都沒有改 也沒有關係 好那關於 AirPods Pro 2 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 AirPods Pro 變成黏根性的產品 我覺得可能性應該不太大吧 當然是蘋果如果要利益最大化的話 當然是可以這樣做啦 因為我覺得這樣做還是有人會買單 因為只要它能做到一些 讓人覺得值得的升級 我覺得還是有人會跟著去換 那我個人覺得這種配件型的東西實在是沒有必要 因為很多人就是買來就是因為需要 工作用或是拿來聽音樂通勤 我覺得這個東西每年升級的必要性不太大 那我覺得蘋果也沒有必要 就是把太多的消費者的 focus 放在那個上面 那這是我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如果把 AirPods 產品性變成黏根型的話 你們會買單嗎 好那我們再來就來講 AirPods Max 的部分 那我本身現在是還沒有使用這種耳罩式的耳機 那我一直想要買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我沒有要運動用 我就在家裡用 看電影或看電視的時候用 那其實很多觀眾對耳機都非常有研究 所以我想問你們就是 如果蘋果出了一個四百塊 這種耳罩式的耳機 那我覺得基本上它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以你們現在對這種耳機的品質的要求來講 因為基本上四百塊可能就是 是介於一些 Sony 或是一些更高級品牌之間的價格 你覺得蘋果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或是提供什麼樣的功能 會吸引你們想要購買 我比較想知道你們的想法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關於 Mac 的部分 那個部分也是突然滿多消息出來 所以我就分成另外一集再來講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想 關於 Mac 的問題想問我 也可以先在下面留言 那我也希望關於就是我們今天討論任何問題 你們可以跟我參與討論 然後我每個留言都會回 那我也想參與討論 我也很喜歡聽大家的想法 OK 好那今天的快報就先到這邊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